在贵阳,有这样一位市匠,用二十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花溪叶狼谷,占地三百亩的奇化城堡。 他叫宋佩伦,华西叶狼谷谷主,五十六岁,他隐居山野当时讲,二十年,敲出心中的奇幻世界。 他的故事就像黄耀师和桃花岛的传说,他用二十年的坚持,把中国人的侠客梦和田园情都要见了现实,突围叶狼谷主宋佩伦,文雷虎图软船局宋佩伦,突变来自东方埃塞,华西叶狼谷蒙生于一九九三年, 宋佩伦参观美国总统山时被震撼到了,震撼到他的不是那父尊总统头像,而是一个印第安家族三代人,花六十多年时间建造的印第安英雄风马巨型雕塑,宋佩伦被印第安人把鱼公遗山故事感动,他想起他一直关注的贵州少数民族,他们也如同印第安人一般,在强势文化渗透时,民族性慢慢消逝,突变来自东方埃塞, 1996年,宋佩伦抱下了他那数不清的标签,辞去了大学教授职务,不到旅美艺术家,拒绝了所有商业项目,就连承宁的漫画也不画了,图片来自东方埃塞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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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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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